第十一题 某烧杯内装有2公升0.3大胃盐酸HCl水溶液 若将下列不同默素的氢氧化钠NaOH固体 加入烧杯内混合均匀 何者最接近中性PH等于7 我们国中教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强酸中和强碱 那么刚好中和的时候 就会成为中性PH等于7 而所谓的刚好中和的条件 指的是氢离子的默素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的默素 这一题的Keymuh条件给的是一个0.3大胃盐 默浓度 那要从默浓度来算默素的话 那么就是默素会等于默浓度 乘以容易体积 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0.3大胃2公升 这盐酸 这个算出来的是氯化氢的默素 可是我需要的是氢离子的默素 所以我要问一个氯化氢会有几个氢离子 有一个氢离子 所以我们这边要乘1 那么要等于氢氧跟离子的默素 题目问我的是氢氧化钠的默 所以x默 但是还是要问一个氢氧化钠会有几个氢氧根 因为我需要的是氢氧根的默素 我们发现一个氢氧化钠有一个氢氧根 所以这个也乘1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 x呢就等于0.6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我们第11题问我们说 何者最接近中性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B0.6默